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很多人都放在心里不知道要怎样选择 而且现在政府到底有哪一些补助呢 我们常常在想到底是吃油的 还是吃电的会比较省 而且它的差异性在哪里 乃哥是不是可以帮大家分析一下呢 现在其实在燃油车跟电动车来说的话 主要之前交通部有做了一个简单的比较 就是说我现在燃油车到底一年花费多少 然后电动车大概花费多少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 其实就是说它是用总平均 大概我们骑摩托车的 这个国人的使用的状况 大概一天是13.3公里 所以去换算 但是机车呢 大家看到这个价格就会觉得说 奇怪 那个机油 齿轮油 煞车 电瓶 火星塞 空气滤清器 好像也不是这个所谓一年就要换一次 所以它已经有把它的整个寿命 比如说电瓶两到三年 所以它用分摊每年的方式 大概可以算出一般我们所谓的燃油机车 需要花到这些钱 那当然用13.3的话 因为我们的油价是一个很大的波动 从27块一直到35块都有可能发生 所以燃料费呢 其实是一个参考价值 就是说我们一般的燃油机车 以现在白牌车为例的话 大概一年要花到2500块的燃油费 但是呢以电动车来说 为什么以GoGoro来举例 因为GoGoro的销售量在电动车 台湾市场来说的话 超过九成 接近了大概97% 都是GoGoro 所以以这个GoGoro白牌的电动车为例的话 它呢 如果你要13.3 也就是说你可能要选择一个月399这个畅行的这个标案 这个你要骑到400公里嘛 你就要用这个方案 那畅油方案的话 大概是一个月499块 但是呢 它还有一些小的东西 加上去的一些免费的费用 所以算起来的话 一年差不多是接近9000块钱 但是呢 大家会发现 不对啊 这个GoGoro好像也有齿轮油 也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刹车油的部分 因为它叠刹嘛 那为什么它的价格是零 因为在畅油方案里面 其实就包括了这个齿轮油更换 还有这个刹车油的更换 还有包含冷却水的更换 所以呢 整个maintain 就是说你要去保养它的费用呢 其实是零 但是这是每年在算 可是它少算了一个 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在 骑摩托车还有一个很大的支出 就是轮胎的部分 那其实这个以一年来说的话 大概都换不到轮胎 因为如果一年才骑 一个月才骑 一天才骑13.3公里的话 其实大概 大概也是两年左右 你才会去更换轮胎 但是如果以更换轮胎来说的话 这个费用上去 可能就会有点不太一样 不过呢 我们以整个 就是说扣掉这些费用的话 差别最大 其实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燃料税 因为电动车 它本来就没有燃料税 那牌照税现在是有补助 所以呢 这个中间呢 就会差异 可是这个补助 会补助到什么时候 还不知道 所以没有把牌照税放在里面 然后只有把燃料税 放在这个项目里面 那同时白牌的机车 在牌照税 一二五以下的话 它其实也不用牌照税 所以这边就不用计算 那如果以后推出所谓的 大型电动重机的话 那时候可能 这个牌照税就要有一个 收费的标准 但是现在都还不知道 所以以现在来看的话 勾勾我看起来 电动车的这个费用 成本好像比较高 成本比较高 但是我必须说 其实这个油车跟这个电车来说呢 我觉得还是跟使用行贯来做区隔会比较好 因为以现在一般来说 如果每天骑10公里左右的一个行进路程的话 以勾勾我来说 你大概一个礼拜只要换电一次 应该就可以满足了 那机车来说的话 那可能可以骑到 可能两个礼拜以上 你才会跑一趟加油站 那因为以现在一般燃油机车来说 它的燃烧效率也更好了 甚至有一些已经 一公升可以跑到50公里以上的水准来说的话 所以目前看起来 还是燃油机车在使用上的话 它的费用跟方便度 是高过于所谓的电动机车 不过在于未来 包括充电站或换电站的普及 政府的补助再加强的话 也有可能去翻转 消费者的使用习惯 听完乃哥的分析之后 似乎我们觉得说 好像看起来 就是如果你买一般的燃油机车 还是相对来说 持有的成本上来讲也会比较省 可是如果你真的非常想要 拥有一台电动机车的话 现在市场上面到底有哪一些选择呢 我们今天之后大会特别为大家列出了 目前最夯的四款的电动机车 那我们要请小三帮大家来分析一下 到底我们消费者应该有什么选择 而且他们中间的差异性在哪里 那目前呢 这是目前比较流行的四款车辆 我们从最左边的开始看 光阳的Many E10 EV呢 这一款车它跟其他三台不一样 它领的是绿排 它的动力是比较弱的 就是我们讲的轻型机车这样的范畴 那这一款车呢 其实它当初推出的时候 它主打光阳的Ionix 就是它可以充电 也可以在外面租赁电池 不过这一款车型 因为刚刚说了 它是绿排 它的动力没有那么的强 所以你骑到它的尾速 大概就是五十几 所以它并不适合长途的跋涩 你没办法骑太远 就适合买菜啦 对 适合买菜 市区进去比使用 或者是接送小朋友 也因为它是这种短程使用 你会发现Iran就是使用这个车型 那目前在市区来跑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没错 对 因为一开始我也担心说 那你动力如果没有那么强的话 会不会骑起来很慢 其实也还好 我觉得这种车型 你在多会市区使用是OK的 对 那旁边这一台呢 GoGoro 3 它也主打是你刚刚说的 买菜 真的假的 转介里的使用 GoGoro 3是买菜 可是但是呢 GoGoro 3虽然说它主打买菜 但它动力其实还不错 因为它也是属于白牌的范围 那它最高速也可以骑到八十几公里 而且它有两个版本 那这个车型呢 它当初主打说 它把一些不必要的东西 它有讲它的设计是减法的设计 它连车头这边都剪掉了 有耶 对 它就缩进去了 对 那这一款车 它还有另外一个特色是说 它的车壳主打环保材质 它没有烤漆 它是说用 那个实用等级的材质呢 去制造的 所以到时候可以完整的回收 实用等级 实用等级 对 它其实最主要是说 我的制造过程没有太多的污染 OK 对 而且因为它这样子的材质 比较不怕刮伤 可是事实上 这个对我们消费者来说 并没有很直接的帮助 对 不过如果你不希望花太多钱 你会希望动力好一点 那GoGo3确实目前 达出了一个市场 不一样的定位 那再过来这个是 近期很夯的 YAMAHA的EC05 其实它这个是YAMAHA 跟GoGo合作所推出的 第一款车型 那它的外观设计呢 是由日本YAMAHA 这边来超刀设计的 它主打是说 我们把GoGo这个系统 拿来使用 可是因为 虽然我们YAMAHA 过去在做电动车这一块 并没有太抢眼 太显眼的市售车 可是这么多年来 我们做车 我们很了解 车子要怎么做才好骑 怎么样才好看 所以它们是针对 人体工学的部分 针对外型的部分 去做设计 那它的本体呢 就是使用GoGo的系统 那使用的车辆平台呢 是GoGo的S2 动力是很强的 不过这款车 那时候推出的时候 大家就讲 因为双方合作嘛 你的价钱会稍微跌高一点 官方建议收藏来说 它几乎是快10万块了 所以价钱是比较高的 对 但是年轻人 年轻人的话会觉得 这个型比较好看 所以未来在市场上 就像第一代的GoGo 当初推出的时候 对 大家也觉得说 这怎么那么贵 但你会发现有一些玩家 他们愿意是花这个钱 去得到这样的电动车 那再来 中华的IE125 这个近期才做发表的 那这款车其实 它在上之前 我还没有得到 它消息的时候 我对它没有太大的期待 因为过去Evoving 我们也是看比较短程的 就是动力是一般的车型 但它这一次也是主打 白排动力很强 它0到50公里的加速 只要3.9秒就可以完成了 那同时呢 这款车 你看它这样子 前面这里 虽然不是很显眼 但这边呢 它其实有行车记录器 如果你买它高贵的版本 好厉害喔 那一件行车记录器 还有一个 过去我们录节目都知道 你最怕 就是跟车辆相关的时候 你最怕两个 一个是导车 一个是驾中柱 对 这台车的中柱 你绝对驾得起来 因为它是电动中柱 你按下去之后 它就会自己升起来的 非常的方便 跟GoGo是不是一样 没有 它这个是 刚出GoGo不是一样 就是你按了 它就可以直接驾起来 所以我觉得 而且我甚至在 那个展示会现场 不是人直接坐在上面 你就按了 你就可以这样 自动的升上 可以人坐在上面 你坐在上面 直接升起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 对于女生 就是力气比较不大的 其实来说 这是很有帮助的 对 那这款车 它其实也是主打说 我的动力表现要比较好 那跟GoGo的不一样是 它是以充电为主 目前呢 你主要使用 可能是在家里充电 那未来 当所有的充电站 快速充电站都完成之后呢 你只要充电10分钟 你就可以跑78公里 所以这个可能是 另外一个挑战 因为目前我们台湾 看到电动车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 绿排的 你在家里自己慢慢充嘛 对 那GoGo的系列的 用换电的 换电的很快 那如果说 因为换电有一个问题是 你要很密集 你在都市里面要很密集 那它如果说 未来它的快速充电站 都建构完成的话 其实搞不好 是一种新的趋势 因为你只要10分钟 你就可以又跑很多地方了 所以大家听完 小三的分析之后 像我的话 听完就心里有一个 很属意的一款电动机车 那观众朋友 是不是跟我也一样呢 可是当你觉得 各个的电动机车 目前市场上面 很夯的这些机种 你想要购买的话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 现在电动机车 都有补助 那我们就来看看 到底各县市的政府 对于这个电动机车的 补助方案 有哪些差异性呢 看起来似乎好像 金门会比较多一点点 对不对 麦斯 没有错 其实关于 因为汽车 跟这个所谓电动车市场 也是一样 我觉得叶子 他们都了解到一个真理 叫什么 价格才是硬道理 真的 即便你跟我讲说电动车 很潮啊 很棒很环保的时候 但是我觉得 绝大部分他最重视的 还是在于 补助款这个价格 那我现在来帮大家算一下 其实我们这个 像这个来讲 这个表来讲 我们看一下金门是最高的 其实在这些数字里面 他有一个基本的公式 那基本公式叫什么呢 你现在只要买电动车呢 基本上你就会有一个 1万5千元的这个补助 这个补助是工业局的 所以这个是一定有的 再加上呢 我们环保署呢 会针对说你 泰换二行程摩托车的时候 他一台再补助你5千元 那如果说你没有这个 二行程机车可以去泰换的话 我只是想要新购 这个电动机车的话 那我们环保署是补助你 3千块钱 最后呢再加上什么 各地的县市政府 还会再补助你 但是这个金额呢 因为每个的这个县市不太一样 大概原则上都会在 可能就是在1万块上下 不会太多 也就是说呢 我只要我买一个电动机车的话 基本上我整个的这个总价呢 大概可以获得 大概2万到3万块 不等的补助 但是金门呢 他有点特别的地方呢 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呢 因为金门他以前 他已经推行了大概这个所谓 六年的这个所谓的低碳岛的活动 所以他的补助金额非常的高 所以他你看 他除了假设你有二行程机车的话 你除了可以获得 1万5千块钱的补助之外 他光是县市政府 他金门县 因为他还有金门酒厂 金门高粮 他的获利中央非常好 所以他光是县市政府 这个环保局的补助呢 他地方政府就可以补助到 3万2千块之多 哇这样这样蛮多的耶 当然你如果说你是购买这个 刚上市这个IE125中华 那个IE 他的最低价大概是7万8千块 你看你扣掉补助的话 只要大概2万6千块就可以买到 所以这个对于这些电动车来讲 他们在对于说他们要推导 这个所谓的低碳观光来讲 如果低碳骑乘的话 是非常有用 而且金门他非常有趣的就是 因为金门他有大学 他鼓励很多这个台湾的这些大学生 你来我金门念大学 你来我金门念大学 但是因为你没有办法设计 在我这边买电动摩托车嘛 没有关系 你只要有电动摩托车的话呢 他一个月还补助你500块 让你去就是付那个电池的租金 但是这个只有金门才有 可是我们再讲到这个补助款呢 因为现在呢 就是大家有讲说 现在好像风向有一点点变 因为我们知道明年第一个是选举年 那其实呢电动车他虽然说 整个年轻的人口他非常多 可是呢他现在面那个状况就是 很多传统一些机车业者 包含这些比如说光阳三阳 亚马哈这些传统的维修业 他跟你讲说 那你现在政府花这么多钱 在补助这些电动机车 那我们这些传统 快要失业了 我应该要怎么样生存 所以呢现在呢工业局 我们刚才不是说工业局 本来有1万块钱的补助吗 现在呢这个补助呢 据说有可能要取消掉 因为现在电动机车成长 有点太快了 可是呢这个消息一传出来之后 很多人说 你没有这个工业局1万块的补助 那我不要买 所以呢现在工业局他就说呢 好吧因为这个电动车的 这个补助的已经额满 他就把充电站的 这一个补助款呢 先拿来维持这个补助 可是呢预估了 大概在明年的时候呢 他们会采取一个说 比如说我今年补助1万块钱 我明年可能就是补助你8000块钱 接下来就是所谓的这个 二行程5000块的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的二行程的机车 从过去的大概140几万辆 已经降到70万辆 所以环保署就说了 到了2020年的时候 这个二行程的这个补助就没有了 到2020到2020就是明年 所以你明年就领不到这个环保署的5000块 你只剩下这个新购 电动机车的3000块钱可以补助 可是呢因为我刚才讲到说呢 政府他要照顾这些所谓的传统机车 而且当亚马哈在上市的时候 他的社长讲一个很有趣的话 他就说 如果说你政府一直规定 我要推所谓的七袭环保车的话 那我的排放 我的污染 我的油耗都已经跟电动车差不多了 你为什么要独厚电动车 这也对啊 所以呢后来呢 环保署就决定说好吧 既然我要推七袭的 这个所谓的排放标准之后呢 以后呢不只新购这个电动车 我补助你3000块 你只要买七袭以上的这个燃油车的话呢 我还加码 加码到什么5000块钱 所以就不会有独厚电动机车的问题 所以以后呢 基本上呢 你可能就会领到这个工业局的1万块呢 再加上这个所谓的 泰换机车的补助 这个泰换机车呢 他现在包含说 比如说你泰换老旧的新型的机车 他也一样你补助5000块钱 地方政府的这个部分呢 就我目前所知道的这个环保局 因为地方政府的环保局 他的预算不见得会这么多 而且你要知道 光是我们现在这个电动机车 这个龙头来看的话 我们现在所谓的两洋一夜 就是机车的传统三强嘛 Gogoro已经算到是 全台湾第四大的机车厂 所以因此呢 政府他也在考虑说 如果说你已经变成是 全台湾第四大机车厂的话 那我是不是还要投入多这么多的资源 在补助你这一家专门生产电动机车 那我们在补助你这一家功识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